当地时间1月9日,印度民众上街参加罢工游行。 印度全国总工会1月8日发起大罢工。 工会称,全印有约2亿人参与了此次的抗议活动。 时日印度全国性行业工会组织参与, 罢工是为抗议莫迪政府提出的公共部门企业私有化、 以修订工会法等一系列反劳工政策。 参与者要求提高最低工资和养老金, 加强社会保障和失业救助等。 印度全国总工会领导人表示, 工人参与罢工的积极性非常之高, 表明了对政府政策的愤怒和不满。 罢工得到了几乎所有主要的政府机构职员, 以及银行、保险、电信和其他服务部门雇员的职员。 罢工在哈里亚内邦、恰蒂斯加尔邦、 庞哲普邦、拉亚斯坦邦等规模最大。 印度时报9日报道称, 部分地区的抗议活动演变成暴力事件, 并造成人员伤亡。 西孟加拉邦、奥里萨邦、喀拉拉邦 都发生不同程度的打杂商铺, 甚至抢劫银行等恶性案件。 图视觉中国。 编辑正心恰。